委員詳參附件4第15到17頁 檔案續辦書面副審 並修正完畢 於110年3月22日同意審查通過 這是跟歷史建築的關係 這是模擬圖 案5 大同區 大龍段一小段265D號等25B土地 新建工程0歷史建築 鐵路局北戴縣原山站宿舍 暗系重關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含送計畫 本局於110年1月14日召開審議委會 結論 會議記錄請委員詳參附件5 第19到22頁 本案歷史建築監測計畫 續辦理書面副審 結論為修正後通過 這是跟歷史建築的關係圖 就是模擬圖 案6 中正區鴻安街人行路橋旁增設無障礙升降電梯人行通道工程 林直轄 設定古蹟域 本案涉及文資法第34條報告書及古蹟監測保護計畫 本局於109年6月23日韓副同意在案 維新東處提出新的設計方案 含送變更計畫 本局於110年2月18日召開審議會 會議記錄請委員詳參附件6 第23到25頁 5期監測保護計畫續經本局110年2月23日同意審查通過 這是基地概述這是模擬圖 案7 中正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事業所行政大樓電梯增設工程 林直轄市令古蹟青差行臺台台北植物園大業館及歷史建築國立歷史博物館 本案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事業所含送計畫 本局於110年2月18日召開審議會 會議記錄請委員詳參附件7 第26至28頁 本案遺址監看計畫令案審查 這是基地概述這是視覺模擬圖 案8 大安區人賴段一小段二十四地號 新建工程林直轄市令古蹟摩附紀念館 案系高重點建築事務所含送計畫 本局於110年2月2日邀及文資委員審查 會議記錄請委員詳參附件8 第29到21頁 事務所需於110年3月9日提送修正報告書 本局願意同意 事務所需及十四地號 英國人特高重點 本局願意同意 恩 管理事務所需規定 共用 國女人特高重點 北投區大葉段二小段二七地號等一筆土地 新建工程林立石建築城市池塘 艾系易東營造五份有限公司韓宋計畫 本局於110年1月14日邀請文資委員審查 會議記錄翔附件9第32支34頁 本案監測保護計畫本局於110年1月14日同意審查通過 這是基地概述 這是視覺模擬 擬辦本次所提案件均無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鎖鏈 有破壞古蹟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及阻塞其觀覽通道之餘 請同意被查 二請申請單位依被查報告書及古蹟歷史建築 不接策保護計畫具執行 三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委員對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意見 其實這我就覺得有什麼意見 對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意見 各位可以請問 本案同意被查 下一案 省議案1 中正區公園標2小段599D號等12頂土地新建工程履歷史建築 全馬商會本體店鋪 極峰谷茶莊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省議案 省議案1 中正區公園標2小段599D號等12頂土地新建工程履歷史建築 原稱馬商會本體店鋪及公主茶莊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省議案 辦理情形 此案是廣路開發建設不分有限公司未辦理中正區公園標2小段599D號等12頂土地新建工程 因臨近歷史建築原稱馬商會本體店鋪及公主茶莊 一文資法第4條規定檢送報告書跟監測保護計畫過去 本局於108年邀請三位文資委員召開第一次的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修正後復審 序於109年5月8日邀請五位文資委員召開第二次的會議 第二次會議結論略以有涉及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 阻塞其關覽通道之餘 並請開發單位修正續送本府文資會審議 開發單位於109年12月22日檢送此案報告書過局 另外本案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 經108年還有109年兩次三次會議審查 並於110年2月22日檢送報告書過局 經檢視業一本局意見修正 這是歷史建築與本案基地位置關係圖 新建工程林峰谷茶莊散4公尺 林林林稱法商會本廳墊墊約21公尺 這是視覺景觀投影圖 左邊是5月份的審查版本 右邊是修正版 另外這是峰谷茶莊 左邊是5月的審查版本 右邊是修正版本 另外這是開發量體歷史建築的視角分析 請深色公司繼續報告 可以到我們檢報的畢業嗎 謝謝 我想剛剛有提過 下一頁 不好意思 剛剛提過 因為 下一頁 我們做了三次的監測報告 然後做了兩次的審議會 然後下一頁 這個就參與了下一頁 下一頁 我們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是我們基地的現後 他剛好在那個 剛好在那個城堡商會 跟那個 跟風土茶中的右側 在東側 在東側 然後因為我們是老舊魚肉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目前是申請為老 跟核准災害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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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同樣都是屬於在商事的一個機構裡面 下一頁 這是原本那個城堡商社 下一頁 這風土茶中的原貌 那現況是那個彰化銀行 下一頁 那我們的建築物全部都是朝東做開放 所以我們所有的動性都往右 基本上我們對於那個 目前的古蹟的部分是沒有動性經過的 下一頁 那我們的建築物的話 一到四樓是商業使用 五到四樓是集合住宅的下一頁 那這一頁可能是比較重要 是我們最主要修改的一個 幾個重要的一個措施 第一個就是我們原本 因為上面是集合住宅 集合住宅靠西的話 我們有做一個工作養台 那工作養台朝西其實最合理 因為它能夠曬背曬衣服 但是我們因為那個 因為工作養台它可能就是比較 雜亂的一個設施 所以我後來我們這邊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石牆 把它整個給封閉起來 讓整個工作養台朝北 這樣的話就不會朝西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因為這是原本我們的意念 那地面原本屋頂圖書 它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增狀的一個 不雅的一個設施 那經過很多的一個建議以後 我們最後做成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空架 把它一次空閉 在符合建築法規的那個 前提之下 我們把它給空閉 來做話整個視覺的一個衝擊 第三個就是那個 我們顏色的一個處理 原本顏色是比較高彩度一點 那最後我們把彩度幾乎降低 降到幾乎是零了 所以我們就是 最後朝西側都是一個 米灰色的一個石牆面 再加上我們的玻璃也是用那個 那個灰黑色的一個玻璃 來面對普及人員 我們盡量的 在這個環境中盡量的淡化 下眼 那我們除了西側之外 南側 我們沒有另外新增任何一個顏色 我們這個顏色都是從鄰近的那個房子裡面 所擷取出來的 所以都是一些比較古圖的 一些稍微有點像磚紅色 然後還有剛剛所提到西側的一個 米灰色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這一次修正以後 最大的一個 算是對環境的一個融入 好 那李正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各位委員來表達意見 好 如果各位委員沒有什麼意見 是不是我們來填一下這個意見表 謝謝 謝謝 lov weather 我們跟香港水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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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出席委员 出席委员 23人 对不起 我们委员23人目前出席21位 21位都同意 都同意 所以把出席委员 所以本案举议同意 接下来办 好下来 及历史建筑台湾大学公共宿舍 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 第34条规定审议案 根据文资法案4条办 办理情形 暗示环一建设 组份有限公司 办理大安居隆全段 206第一号等 无比土地都市更新案 因此下施定谷基温周间 22项4号位于基地範围内 且临近历史建筑 台湾大学公共宿舍 免以文资法三次讨论 规定 将文报告出 送局审查 至下施定谷基温周间 22项4号修复及代料计划 由台湾大学令案提送本局审查 本局在今年的2月22日 召开本案审查会议 结论略引擎 申请单位补充说明 550日法第38条规定事项 办理情形 并进行监测保护计划 推送本省一会审议 申请单位在今年的3月16日 简送修正后 报告出 这是本案基地中边的环境位置 相关的位置 这个是视觉模拟的主观 这是第二个视角 接续请申请单位做简报收入 好 请陈建筑师 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早 本案由设计单位说明 根据文字法第3次条规定 解续报告出 这是我们省议会的一个会议意见的回应重理表 那也逐条根据委员的意见做一些修正 那后面的话就我们的主面来做一些说明 那这一个是我们基地周边的现况照片 从第一页开始这里的话 这里就是看到我们这个李教委 古西的部分的一个大门出入口 然后就逆时针的方向来看 这是我们的周边的一个照片的现况 那本案的基地或申请位置的话 是在这个 不好意思 这本案申请的基地是在这个位置 那基地的北侧的话 就是我们的李教委主席 那左上方这里就是台湾 台湾大写中宿舍 属于这个历史建筑部分 那距离的部分的话 本案基地跟李教委这个大概23米 那跟台湾宿舍这个大概是70米左右 那跨一个借坡 那这目前的这个道路的状况 我们基地南侧的话 领接的是就是辛亥路 那北侧比较大的一个干道的话 是西村南路 那这个是我们古基的一个量体 我们因为这之前已经申请这个都根核准 那因为一大为古基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量体 缩减到这个基地南侧这个量体 来做这个基地配置的规划 所以这个是原来都根核准的一个量体情况 那这个是我们退出到基地南侧去做一个量体配置 那前方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对一大为古基的一个位置 那量体的部分的话 然后我们就是针对这个文字法第三四条 我们尽量就是不遮蔽 然后量体也就是做虚化 这边虚化然后去交叠 那这个是古基跟本岸的一个协调性 但因为这大概是 因为这边的话 一个一楼的建筑是属于比较日式建筑 然后我们去倾向它 用它的意向 然后融合到自己这个建筑这个仪会里面 那尽量也虚化 然后做一些垂直立化 去当化一个建筑量体 对古基的影响 那本岸的一个建筑的一个规划的话 我们这是地下四层 地上是四五楼 那这个是一楼的一个配置图 那我们的基地配置的话 那我们的基地配置的话 大概建筑都是朝这个银河来测基地 银河街这部分来做配置 那前方这里的话 这个就是古基的部分 那古基跟我们这个 新建建物的这个中间的话 雨缺立带 然后我们也做一些透风的围墙 去做一些联系 那三到十五楼的话 我们都是集合住宅使用 那在面对这个古基的部分的话 这个有一些工作阳台的部分 我们也有隔渣 用比较日子间极简的一些隔渣 去把这个 咸二生枝去遮挡洞 那这个乌兔 在那个标准層部分 有做一些垂直立化 那延伸到乌兔的部分 也做一个空中的一个立化花园 那上面也做一些透空 比较透风轻巧的一些框架 然后让那个空间的层次是比较虚化 然后延伸的 那这是我们乌兔二的 跟这个建筑屋的一个关系图 那我们在开花的话是 开花地下是17米 地上的话是19.56米 那这是我们整个景观的一个模拟图 第一个模拟视角的话是从基地的左上方 先看到古迹 然后再看到我们建筑物 新建建筑物很深 那模拟方案二的话是从后面平头街 这边再做模拟视角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模拟视角 就是从这个古迹的正面 然后看到这个古迹的部分 然后后方的话我们是本案建筑物 那可以看到雨会都是一些虚化的框架 然后有一些垂直立化 延伸到屋底 那这个模拟视角的话 是从这个台大日资出社这边 往这个基地方向看 那在视觉上都是没有被增长的 那我们也收集了这个 附近的几个年代的一个建筑 然后用的材料 然后去应用规划 放在我们的建筑物上 那再来就是这个整个监测计划的话 我们就是有两种 一个是寝鞋仪跟那个陈县仪 那在这个基地开挖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用了一个增加 一个低重壁跟腐壁 然后增加这壁平进度 减少整个建物的变位量 那减少降低影响那个骨迹的一个变形 那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监视系统的话 有个前途盘跟一个呈现的测量 那我们也请结构这边去把模拟出 它这个整个变位量出来 大概都是小于法规值 那这个我们监测系统也有 就这个泡花期间的一个监控寿命人员配置 也做一个报告 然后设置的那个寝度 也跟那个位置都有去设置 那在一道谷基这边 还有台大公共宿舍 这两个历史 一个谷基一个历史建物部分 都有去设置 那施工中的动线 大概我们会借向就是 以基地南侧这边 然后连接南向的新生南路 跟这个 南向的那个 冰州街 那不会影响到这个谷基 跟这个历史建物的一个 道路使用 好 那这是我们的紧急 电报七宝 那我们也把这个 人员组织都放上去了 那以上说明 好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本案都会委员 谢谢 好 来 去 好 好 好 我们在 刚才有清晨的时候呢 也有建议 做一个监制的这种方法 做一个美籍标语的一个考语 好 那现在 国务社区单位当然也有照文 进来输入 有个地方 可能那个 数字就是分析出来的 是小于三百分之一 在二十六月 二十六月 这个报告里边 我们看到的是 跟我们这个 前面设定的那个 取决百分比是有点不大一样 这个你分析出来是小于 就看看那一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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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小于三百分之一 但是我们设定的四百 所以这个波音要请你们再注意一下 就施工期间 因为你这个基地刚好就 紧凝到我们 他只会像四号的这个 迷道的部分 然后你看完整个又到 十七年 所以就在旁边而已 就这个波音的话 一定要原本的控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从外观 看起来二十二月 二十二月 这个案子从当初 我们给他自小施力鼓起到 德力鼓起 后来就谈不下 这主要也是因为 这个 迷道有附近的定位 没有 不过现在已经是 是自小施力鼓起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县 这个县子的一个印象 跟我们这个 水平方向发展的这个 建筑的特征 都有点不大一样 所以呢 我们在当初 中央小施子有个建议 就是因为 你看看 他这个一道尾 估计前面桌边 很多这种高大的 椰子树 如果你这个 建筑物的桌边 跟我们一道尾估计 这个接近的 这个角落 这个附近 能够多重一点 这种高大的 椰子树的话 可以把这个 后面的 这个 这么突显的线条 这有点 感觉上 对我们鼓起 有一点很大 一个融合 所以尽量把它消除 我个人觉得 应该要把这个 景观的部分 是不是就这个 用直拍的方式 还是什么样的方式 还是把这个再尽量 不要那么淡 稍微再 再用一点点 这个 深色一点 把这样的一个景观 意向能够融合到 我们这一个 五小施力鼓起的 这一个 三件 谢谢 好 谢谢 张伟 还有我们其他伟友的意见 好 那个 有没有要做说明 我这边大概针对刚刚的这个监测计划大概做一个说明 那颜色上其实我们 我们算出来大概 其实会小一半 那后面那个 对 就是文书上的那个 那个我们会再调整 对 谢谢委員 好 你这边是台大吗 还是 绝货及时 哦 绝货及时 刚刚张伟也讲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那个 监测那个数据 你说可以到五百分之一 应该是四百 四百 应该是设定四百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监测值 会分为所谓的这个 情节值跟行动值 那那个 那其实在我们计算里面 其实它的写率其实是达到五百六十五分之一 其实它是可以小于五百分之一 那只是后面的那个判断就是 就是基本上你会再去做修正 再修正一下 是 另外刚刚提到说那个景观的部分 景观的部分 那个颜色很 那个比较淡的 我刚才有一张照片是 某个年代 这边附近的四五楼 是 都是米色系维组的